战斗民族怎么打开保险柜 最普世无华的方法就是用这种黑色弹头的子弹 这代表这是一颗穿甲弹 用这把著名的SKS来发射 看看它能不能打穿保险柜 枪法还是很准的 第一枪就打在了门缝处 弹头还被卡在了中间 但是并没有打穿保险柜 为了测试的准确性 再来一枪 这次准确地打在了保险柜门上 但是没有穿透 里面只是鼓起了个包 可能是威力不太够 所以接下来要换威力更大的 这家伙就厉害了 二战时期著名的栓动步枪 莫星纳干 虽然是二战时期的产物 但栓动步枪的特点就是射成远穿透力枪 配上黑色弹头的穿甲弹 看能不能打穿保险柜 通常保险柜的门都填充了沙子 所以步枪很难穿透 即使换了莫星纳干也不行 但也有可能是击中的位置不同 产生的效果也不同 再来一下试试效果 果然换了个位置 效果就更好一些 保险柜门被打穿 接下来再换一个威力更大的 这是苏联非常著名的SVD狙击步枪 最大射程1300米 它是世界上第一只专门为狙击手使用 而设计的专用狙击步枪 它能不能打穿保险柜呢 SVD打出的弹孔 和前面两把步枪打出的弹孔一样大小 但即便是狙击步枪 仍然无法穿透这个保险柜 下面登场的是明星武器 大名鼎鼎的AKM 有人对AK的威力没有概念 其实一般用AK都是单发 连发状态下很难拿得住 看完接下来这个片段你就明白了 先来看保险柜的情况 弹孔非常分散 但是并没有完全穿透 保险柜后面什么都没有 虽然没有穿透 但保险柜门打不开了 可能是子弹破坏了锁子 再来看看AK恐怖的后座力 毛哥刚才那一轮连发射击 枪托把肩膀都弄出了血 毛哥已经很强壮了 可想而知一般的细狗拿AK 是根本无法控制的 既然AK也打不开保险柜 那就干脆用榴弹试试效果 保险柜依然纹丝不动 强如榴弹都无法对它造成破坏 只是表面可能需要板金喷漆 那到底用什么才能打开保险柜呢 反坦克手榴弹总可以吧 把它用树枝固定 用引爆的方式 看能不能打开保险柜 保险柜并不是坚不可摧 在绝对活力面前 还是能打开的 保险柜门终于被轰开 后面也鼓起了一个包 不管是多坚固的家伙 只要用药量够大 什么都会灰飞烟灭 最后来个更直接的 两公斤TNT会是什么场景 坚固的保险箱终于成了碎片 正如我前面所说 没什么坚硬的东西 坚不坚硬取决于你的用药量 只要火力够强 任何东西都会灰飞烟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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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